我们常讲生产生活生态 台中是在生产上面 在全国来讲 算是非常重要的聚落 所以我们在生产上面的智慧城市 也跑得非常的快 最具体就是说 因为中央的支持 我们成立了一个智慧制造的 一个市营运场地 这个场地里面除了国产化的设备以外 也有六七个以上的国际大厂 一起来参与 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智慧制造的 推广跟扩散 可以在台中持续的来生根 当然在生态跟生活上面 也有很多城市治理上面的需要 比如说生态来讲 大家都常谈到中部地区的空品 所以我们在很多空品监测上面 我们用了很多的心 那在很多的这个示范的这些地方 我们都希望能够结合民间的技术 还有大学 一起来把这个生态环境监控这个部分 尽量去推动 那再过来就是说生活的部分 因为台中市已经超过279万人 在很多人口很密集 高度成长的这些区域 也有很多新的开发区 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在这些开发区里面 把最新的一些生活 就是B2C的这些智慧城市的技术 导引进来 比如说停车场的智慧相关的技术 还有说智慧商店等等智慧零售 因为你有人口成长的红利 那所以很多的业者就愿意说 用比较新的形态的投资来加码台中 我们常讲说台中就是here to connect 当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触角伸出来之后 我们就希望能够有另外一只手握着我们 就有点像那个这个达温西有一个话 上帝跟人类中间是用指头来接触 我们先伸出我们的指头 然后再看这个很有智慧的 智慧含量很高的这些业者 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here to connect in 台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